幫忙介紹一下 那就是它的介面 就面板的介面的話 數字鍵它是代表是說它使用的主力 那我們這台機器 登山機的主力可以到20段 那面板上面 再來就是這些 上面這一排的話 幾乎是我們的那個運動模式 因為這兩 這邊是越野 一時類推 越野心肺功能 肌耐力 那等等這些 那這兩個是客製化模式 就是可以輸入自己的年齡 跟你的 性別什麼的 可以輸入那這兩個心率的話 會搭配到 心率帶 那由機器再去幫你做 規劃你的所有的運動 那你今天的運動效果 要到強度要到哪裡 那這手握心跳 就是你 其實這種心跳的話 只是一個參考值 那在運動當中 只是會出現到心率的話 心跳這個感應 它只是一個做一個參考值 不是說百分之百的 正確的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李先生